来关心六都设置儿童疫苗大型的接种站来加快儿童接种率 尤其现在传出很多的县市都很紧张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突然收到了指令取消播补 这地方上传出反弹 指挥官陈志忠他表示了 剂量的分配主要是以各县市可以接种的9乘5来计算的 应该是足够的 如果不够了剩下的5%就可以用来调配 疫情指挥中心即日起在六都设置儿童疫苗大型接种站 包括台北自由广场 新北板桥车站 桃园巨蛋体育馆 台中自然科学博物馆 台南市立图书总馆 以及高雄展览馆 我们现在所在的场地就是位在台北的中正纪念堂 那么台北荣总特别在这边设置了儿童疫苗的接种站 每天提供2000个名额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画面中小朋友在当下会非常的紧张 所以会吵闹 但是医院方是相当的贴心 小朋友只要接种完疫苗 就会给他糖果吃 希望能够来安抚一下他们的情绪 很方便啊 整个流程都还蛮顺的 流程你觉得顺畅吗 很快啊 一天大概会接种2000位小朋友 我们同步开放网路预约挂号 然后我们也提供了现场报名的直接施打 北荣表示1年5天目前疫苗剂量大约为1万多剂 每天可以消耗2000剂 以第一天施打状况来看 累计到下午时间记者结稿 大约已经有200多位的小朋友完成接种 台北市状况良好 但现在却传出地方疫苗被暂停 或者是取消播补的状况 云林 嘉义 苗栗 还有南投县等都传出争议 他们就是昨天还是前天临时通知的 那就你们来预估的话 儿童疫苗的部分台东会不会有短缺的状况 目前这样看起来依照各学校 回报素时有不足的部分 但是因为目前还要扣除掉 有确诊个案三个月内不能打疫苗 那块我们还要再做戏打 台东县卫生局表示 中央还有库存量如果不够 可以再向中央申请 但是目前台东县的部分 还在施打学生族群 会不会受到冲击 还在评估当中 中央突然紧缩地方剂量 引发了反弹 陈时中为此做出了回应 我们有142万的小朋友需要打 有156000的小朋友 在这几个月里面有染疫 所以在三个月里面是不能打的 换句话说 现在可以打的小朋友 是142万的九成 那我们的母数是用142万算 所以每一个县市 如果发到它的九成的量 就是百分之百 陈时中表示 分配原则为每个县市 可以接种的九成五来计算 而另外剩的百分之五 提供不足时的调配使用 而目前应该都是在 可调配的范围之内 要地方县市不用担忧 人间卫视张宇辰 郑仁中台北采访报导 有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